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辽宁队正式官宣,周期替神已就位 朱凡尔审请措施良机,广东队宣了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CBA临赛 聊一聊备受大家关注的广东队和辽宁队 众手周知,12月25日CBA丢阶的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那么现在各自球队都在进行招兵媒 作为临赛中争冠的两大热门球队 辽宁队和广东队也是迎来了一些调整 那么首先,辽宁队在近期已经正式官宣周期的替身 超级大外战莫兰德已经正式完成 据说将会代表球队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 很多球迷也是欢辛苦 众手周知,在第一阶段的比赛 辽宁队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那么现在超级大外战莫兰德 正式加务将会给辽宁队带来很大的帮助 莫兰德的主要特点就是防守强硬 这也是辽宁队签约他的主要目的 莫兰德的进攻能力其实并不算很强 但是莫兰德在内心的护框能力 可以与大魔王周期相提避论 辽宁队在传人会能够成功夺冠 也让杨明看到了周期对于辽宁队的巨大作用 那么因此在休战期间 辽宁队一直都想寻找周期的替身 那么现在莫兰德就被杨明当成了周期的替身 希望莫兰德的加盟能够给辽宁队的内心防守 带来更大的帮助 因为辽宁队的内心 汉将韩德军的年纪越来越大 脚步移动比较的迟缓 那么因此在防守但显得有些有心无力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杨明也是亲约莫兰德来分担韩德军在内心的防守压力 那么其实提到广东队 在休战期间确实有些可惜 球队总经理朱芳如在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作为总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要帮球队申请 那么因此广东队在休战期间并没有进行引完工作 这也让广东队接下来的比赛将会遭入很大的挑战 因为很多球队第二阶段将会采用双外卵作战 而广东队目前只有威姆斯一个外卵 那么广东队第二阶段的比赛是否还能够守住情势的席位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存在着很大的旋律 虽然说广东队拥有众多的国手球队 但是对于一支球队偶尼 外卵组合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广东队以单外卵来抗衡辽宁队 上海队 北京首钢队的超级双外卵的话 很明显取下风 那么因此朱芳如为了给球队申请 措施引然的最佳娘机 也会让广东队接下来的比赛变得更加的困难 作为球迷我们也希望广东队能够通过本土球篮的驱使发挥 来弥补单外卵的劣势 同时也期待着辽宁队 上海队 北京首钢队 等众多的球队来挑战广东队的霸举地位 只有这样整个CBN临赛才会越来越精彩 如果说每个赛季都是广东队一家独大的话 那么很多球迷可能认为CBN临赛的精彩程度会有所下降 那么本赛季广东队很有可能会遭入到重大的挑战 球迷朋友们认为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